大陆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华府的一场公开演说中 十分罕见的借用了美方最近在南海东海问题上批评大陆的惯用措辞违向美国 我们接下来看看中天特派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 针对白宫与国务院高层官员近来在南海与东海问题上对北京的批评与指责越来越直白 大陆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华府一场公开演讲中借用美方的措辞展开反击 颇具讽刺的是崔天凯是在一场讨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导会上做这番发言的 他虽然没有点美国的名但是呛下的目标非常清楚 崔天凯表示没有人质疑美国是亚太国家而且是最强大的国家 美方一再重复这个公认的简单事实不知是否对自己缺乏信心 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刻意提醒美国大陆也是一个亚太国家哦 崔天凯今天的发言内容其实几天前大陆外长王毅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凯瑞的时候呢 全部都说过只是媒体没有报道 而为了让媒体能够报道 崔天凯今天是旧话重提 记者张国华终于庭华盛顿的报道